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呀 是一只蝶 一只美丽的蝶 我已经满二十岁了 我以后可不可以不叫你叔叔 叫你耀华 不可以 你怎么可以没大没小叫我名字 满二十岁 你就是满一百岁 你还是得叫我一声叔叔 今天是叔叔生日 叔叔想不想喝杯酒 好啊 你请客啊 可是请叔叔先借我点儿 买酒钱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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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谢谢 你看 把桃子摔的 哎呀 我刚从异校毕业还没有开始赚钱 所以这九千就算是我先借叔叔的 跟叔叔还计较这个 应该计较 虽然我没有赚钱 但是仍然算是我请客 那么当东道主的我 也得陪叔叔喝几杯才行 来 干杯 来 干杯 说了半天 原来是想拐酒喝 小孩呢 不许喝酒 来 喝茶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已经二十岁了 在叔叔眼里 不管你几岁 你永远都是个小孩 等到把你嫁出去那天 叔叔再给你好好的喝几杯 我才不要嫁出去呢 那怎么成 不把你嫁出去 我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 我 好了 不许再说了 你应该以茶代酒 敬叔叔 不许你用肚子骂人 今天那是叔叔生日 更不许嘟着嘴 来 敬叔叔 主叔叔 岁岁年年 日日常春 永远不老 干杯 好 干杯 尝尝我这道红烧肉 好 这汤应该也不错 你试试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妈 好咸啊 怎么样 味得好吗 怎么那么淡呢 好 stay 嗯 碎果炒肉 放进肉汁 district 嗯 好吃 哦 那 不错 好喝 真的 谢谢叔叔夸奖 怎么这么淡呢 忘了放盐了 好咸呢 小蝶啊 你把红烧肉呢 放到汤里头涮一涮 两只的咸蛋就都刚好了 许笑我 取笑我 你这 你这孩子怎么 好了 我去帮你拿毛巾 马上来 让我嫁给你啊 行 但贝多芬说 只许我扼住你的咽喉 绝不许你压制我 你答不答应啊 你 你胡说 乱篡改名言 贝多芬说的是 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 绝不让它完全地压倒我 你管我 你管我啊 我就喜欢这样子改 你答不答应啊 不答应就免谈 我 我 你也死了 我也 我也不愿意娶你为妻 你 你走开 我死了 你敢不娶我 你敢不娶我 那我就掐死你三次 你 你 采薇 是 是你们啊 吓死我了 还有你们 不好意思啊 我们在闹着玩 怎么三位 今天会想到上我这儿来呢 还说呢 往年佩云的生日 总是跟我们几个死党一块儿过的 可今年 她却一个人 深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我们猜测 她肯定是上你这儿来 跟你腻在一块儿了 果然没错 还说呢 重色轻友 该罚 该罚 来 来了 不要 你扰我 扰了她吧 扰了她吧 你扰了她吧 你扰了她吧 看着王大叔 行 扰了她也可以 但是你们俩得清个嘴儿 而且让我拍张照片 我们就饶了她 我不要 那我们就清个脸颊 就麻烦你们饶了她吧 不用 不成 去你俩家不算 依旧该罚 对 他们两个都得罚 不行 别跑了 我扰了 赶快饶她吧 你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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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她 你扰了 你赶快够伷 那走吧 小嫂子 没用 只不过想起了一些 往事罢了 你是不是又想起了穆老师 穆佩云 穆佩云 没有 早忘了 要不提的话我都 我都快忘了这个名字了 对了 今天茶山村老村长发了一份电报给我 说是希望我这个月十五号之前 能回去一趟 回茶山村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得要我回去一趟不行 太好了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 你 对啊 最近姚老师要出国一段时间 我自己练琴就行了 那 好吧 也没理由不让你回去啊 谢谢 今天是药华生日 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 药华还是不行的老 很好 这样很好 这样以后我跟药华在一起 别人就不容易看出我们的年龄有太大的差距 我 大妈生前一再叮嘱我 日后 一定要好好报答药华 虽然我知道 药华一直念念不忘木沛云 可是 我有信心 我 小蝶 睡了吗 没 叔叔 今天喝了酒 恐怕脑筋不清楚 你帮叔叔把这本账盒对一下 对了 今天水果已经全数采收 大大的丰收年了 真的 那要跟我洗发财了 好 早点睡吧 药华 晚安 晚安 太好了 我直接叫他名字 他居然接受了 我直接叫他名字 他居然接受了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他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是啊 好像这世上只有我们两个 是吗 那我问你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当然爱了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了你呢 离开了我 我告诉你 就算这条河干涸了 我还是会等你回来 真的 那我对着这条河发誓 我也远远不会离开你的 没想到 你还留存着这张相片 昨天是耀华的生日 今天 是你的生日 难道 你都忘了吗 这是 你和耀华 过生日的那天 我帮你们拍的合影 当时 我给了你和耀华各一张 我自己 也留了一张当纪念 所以 我特地拿过来 给你看看 或许你会想留下的 我先走了 晚上再去禁园 参加你的生日宴会 啊 蔡薄 这 这张相片 你还是带回去吧 毕竟 我以为人情 向天宇就留着吧 谁没过去呢 我先走了 小薇 回来了 是啊 今天是佩莹的生日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 静云 你要给佩莹准备的什么生日礼物啊 进来再说吧 走 你看 好漂亮啊 佩莹一定会喜欢她的 听你这么说啊 我就放心了 这条项链啊 我可是费了好大心思挑选的 就希望佩莹喜欢看了高兴 是啊 是得让佩莹高兴才好 其实佩莹每年的今天 是不快乐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毕群 你好像还没让佩莹 彻底忘了叶耀华 我刚才还见她 捧着一张多年前 她生日时和叶耀华的合照 被隐隐地看着呢 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你好好带佩莹吧 多给她一些筷子 我先走了 晚上见 有花 我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 我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 我不该再对你有任何的想念了 我该彻底把你给忘了 把我们的过去 都剪碎了吧 都剪碎了吧 让我们 什么也不再留下 什么也不再留下 是你 果然是你生日当天 与她的亲密合照 你每年的生日 我都费尽心思地讨你欢心 而你却 你却年年在心底 与你的旧情人 温存着旧梦 不是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真让我太失望了 我 几年了 你到底把我这个丈夫 放在哪里 北云 你别碰我 从小 我父母不曾打过我一下 今天 你居然动手打我 你居然动手打我 你走 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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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放开我 北云 放手 北云 你放手 北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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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快来啦 快来啦 快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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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药房啊 那你这不理啊 药房啊 好久不见啊 是啊 好久不见了 大家都还好吧 都好 都好啊 都好啊 这 这位是 村长哥不认识我啦 我是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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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就是小蝶 小蝶呀 几年不见啦 你怎么那么漂亮 你其实还漂亮呢 谢谢你 你见过她啊 我没有见过 哎 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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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点 给师父带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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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家伯啊 方不方便请教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情 非要回来一趟不可 喜事啊 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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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嫁为人父 就该将往日旧情彻底埋葬 再难舍也得舍 再难忘 也得忘得一干二净啊 任何一个男人 都无法忍受性爱的妻子 还藏着旧情人的照片 任何一个男人 都无法忍受的 何况丽群 为了你的生日 还买了贵重的礼物 要送给心爱的妻子 却发现 他的妻子 捧着旧情人的照片 想着旧情人 你叫力娶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哪 都是我不对 不管怎样 我都不该出手打配鱼 都怪我 怪我当时太冲动 对不起 可是爸 我总是佩云的丈夫啊 有哪个当丈夫 能忍受妻子的这种行为呢 不管佩云再也怎么不对 你也不可以动手 你打他就是不对 我知道错了 也许是我太爱佩云了 幸会佩云只是受了点小伤 否则你怎么跟我交代 李确 你和佩云是我这辈子最心疼的 你们应该相亲相爱才对啊 对不起 爸 真的对不起 当然 佩云也有不是的地方 这点我也不偏淡 不过我希望 你应该先向佩云赔个不是 先向他认个错 请他原谅你 有人说 女人是一道谜 解开这谜底的是孩子 你赶紧跟佩云有个孩子吧 女人有了孩子 这整个心 都会和孩子拴在一起啊 别去为了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吃醋 没必要 我说的是叶耀华 叶耀华离开本地近十年了 还不知道是生是死 你反不着为了他 跟佩云闹成这个样子吧 去吧 进去看看佩云 喝茶 喝茶 真的谢谢村长伯 把我一家老房子维护得这么好 应该的 应该的 他呀 可有心了 你母亲还有小蝶爸妈的坟 他都按时帮着祭嫂呢 谢谢村长伯 没什么 谢谢村长伯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才好 我 你要是真有这个心啊 你就回到村子里 帮着大伙发大财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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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说 该和你说正题了 这次请你回来 有两件事 一呢 是喜事 今年 我将你改良过茶种和土壤的那块茶园里所生产的茶拿去参加比赛 你猜怎么着 竟然过得了全国冠军啊 真的 真的 奖杯呢 奖杯 拿了 快把奖杯拿来 瞧 我们替你把这奖杯都领回来了 这个 那第二件事是 第二件是好事 好事 对 全村的人都希望你能回来指导大伙 教教大伙 怎么才能生产出和你那块地面上一样的冠军茶 是啊 让大伙能够从此过上好日子 对 对 像你不过那好日子 是啊 大伙要是都能种出冠军茶 那咱们村以后就是冠军村了 多生气啊 对啊 再说 那利润可是比现在高出千倍万倍啊 就是 咱们茶山村啊 以后再也不会让人笑穷了 咱们茶山村的子子孙孙 也就跟着过好日子了 对 是啊 要华 你得回来帮帮大伙 帮帮咱们村子呀 对啊 不是帮帮我们 要华 就是 这的确是好事 我也很乐意 只不过 我那边果园 果园有阿东他们几个帮忙照料着 应该没事 能帮助咱们村子脱离贫困 也是咱们义不容辞的呀 对对对 是啊 那好吧 我就搬回来一段时间 帮帮大伙吧 那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您的要华 谢谢 你谢谢了 千万别这么说 我是在这块土地长大的 能将我的所学回馈给大家 这也是应该的 对了村长 请问一下 我那座茶园公僚还好吧 您说的是牧营山庄 好 好的很 始终帮您维持得干干净净 昨天还特地帮您打扫过呢 多谢村长 还有啊 你以前种的那棵木棉花树啊 你要我特别照料呢 所以我每年用的肥料特别多 现在已经长得又高又大 正开着花呢 那么我现在真应该回去看看那棵木棉花了 或许 还能瞧见香丝鸟 说的是 谢谢 真能带你 OK啊 爸爸 你当时跟我说的我终于实现了 你叫无论如何不能卖掉这个茶园 一定要保留着 爸你放心吧 从今以后 这个茶园我不但会保留着 我还会继续遵照 你当初的遗愿 培育出更好的茶叶品种 并能外销到国外去 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 我们要去照顾 ,你会这样的 一只 稍稍稍后 还是她的 我看她会好 我看来 你会这样,湾 我就是古兵 我和你 啊,我扶着她 书临 给她洗手 我们一会 吗? 她不交 我当成的 姐妹 你还好吧 怎么样 刘卫生 你骗我 小爹已经成年了 而且也从义专毕业了 她一直都是个乖巧 懂事的好女孩 你们无需挂念 别请那位放心 在未来 我一定会帮小爹 找个好对象 让他嫌个好人家 爸 妈 时间过得真快 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我好想你们 更想童年时 你们是那样的呵护我 尤其是那么用心的 在陪我学习小提琴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 叶华叔叔这几年 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为了我 无所不作 爸 妈 叔叔真的对我太好了 就算你们没有交代 我也会好好报答他的 他是我这一辈子 一辈子 爸 妈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反正 我就是很喜欢他 这几年 我和他走在一起 很多人都说 他挺像我的哥哥 可见 我们看起来年纪差不了多少 爸 妈 我跟你们说 我决定 要嫁给耀华叔叔 请你们在天之林保佑我们 并成全我们 成全我们吧 以后 请不要再提什么 未来要帮我找个好对象 让我嫁个好人家的话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都什么年代了 男婚女嫁 还有人帮忙物色婆家 我要自己选择所爱的对象 自由恋爱 我说的是真的 好 我准你自由恋爱 不过你所选择的对象 人品一定要经过叔叔认可才行 放心 我所选择的对象 去人品 一定和你一样的好 保证你 无法挑剔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立刻把你嫁给他 真的 当然 拉哥哥 来 你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为此诺言 是小狗 我若为此诺言 不但是小狗 还是 猪 这可是你说的 你要牢牢记的 肯定牢记不忘 好奇了 好奇了 你呀 瞧你一副结想 嫁人的模样 也不害臊 你就不怕叔 舍不得你吗 那 我就永远留在你身边 陪伴你一生一世 如何 原来你想一辈子 吃定你叔叔 休想 了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我真的愿意嫁给你 与你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莫名花树 为什么你每次看见木棉花树时 神情总是那么的畅王 木棉花树与你 究竟有着什么故事 是不是你每次看到木棉花树 总会想起木沛云 别再提木沛云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木棉花开了 今年的木棉花提早开了 每当木棉花开了 我总是更经不住地想起你 你曾是我一刀一刀卷刻在心 一层一层就传在我梦里的人 但是 我今天决心 要将你彻底的抹去 彻底的抹去 佩云 佩云 妈说得对 佩云 我既已嫁做人妇 便该将旧情彻底埋葬 要花 就将你我的故事 都埋葬了 我将造了这本世纪 也造了一人而去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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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道歉 我一百个道歉 一千个道歉 一万个道歉 我千千万万个道歉 我没事 我只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谁都别跟着我 佩云 我去叫司机备车 小姐 我叫司机备车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怎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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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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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mos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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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佩莹是个好女孩 她善良 直率 只要你对她好 她会加倍对你好的 你们在一起会幸福的 妈 祝福你们 妈 我让你失望了 没有听你的话 把佩云娶来当你的媳妇 所以一直不敢回来见你 但是你所交代 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邹家的人 现在小嫡爷已经长大成了 我今天特地带她来看 小爹 来 跟奶奶请安 叶奶奶 小爹在这里给您请安了 我很感谢您 一百个感谢您 一千个感谢您 因为药华叔叔 他为了我 至今未成家 但是请奶奶放心 我会用行动报答叔叔 对我的养育之恩 奶奶 听说您很喜欢吃土鸡 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都会和叔叔 每年拿着土鸡 来这儿祭拜您的 您就好好安息吧 奶奶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以后就可以代替您 照顾邀华叔叔了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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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